朋友们好 我们平时有人从网上买吃的 有人从网上买喝的 也有人从网上买一些日常用品 甚至还有电子产品 今天我从网上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打开让大家看一下 今天不买吃的 没买喝的 今天买了很特殊的东西 打开 咱们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对 买了一个树 这是诊所 不是角树 天哪 下面还有一块土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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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树呢 这是一个桂花树 桂花很香 啥 还买了一树桂花树 哎,怎么搞不掉呢 好嘞 麦家还带了两个 复合肥肥料 这里还有一块钱的板券 嘿嘿 贿赂消费者 哈 好 这里面没有其他东西 来 拿过去 上面有透明的薄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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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 桂花薯 桂花 桂花 这莫不只卖了一只家属 真是,还有肥料 看这个还要复合肥的 这帮你这只 来 拉,拉一点 拉一点 拉一点,拉一点 先不开拉,先不开拉 你得先弄粗的 让它粗,给它直接放,拉了 直接丢到粗里边,一脚就不过了 好,停一点 你复站复站 这是从网上买的桂花树 这么大的叶子 这是桂花树吗 是不是店家发错了 发货发错了 我买的是桂花树 这么大的叶子 比我的手掌还大 这个店家是不是太粗心大了 发错了 哎呀 哎呀 发错了,这是什么玩意 这不像桂花树 是吧,桂花是小叶子 搞个大叶子 完蛋,完蛋 它指定是发货 发错了 打开了这个 这个快递 打开了之后 发现这不是我要的东西 这不是我买的东西 虽然我买的也是一棵 这个花草树啊,也是这么高的 但是这棵肯定不是我的 我呢,是桂花树,叶子没这么大 这后来我看那个快递上面这个 这个包装上面这个资料哈 这个资料,包装上面这个收获人这个 掉了半个 半边掉了 看不到收获人的姓名了 就是没有了 只显示了一个手机号码 然后地点的话 也是详细的地点 也被炒掉了半一半 看不到详细的地址 也看不到这个收件人的姓名 所以在我去取这个 去快递点上取这个东西的时候 可能是当时人比较多 这个工作人员可能是一时 慌了,拿错了 都是数嘛 所以他一看得认数 估计是把这个件拿给我的 刚才我顺着上面这个手机号码 还是比较全的 我顺着这个手机号码打了过去 然后对方说 他是我们其他村子里面的一个人 然后我们等会加个微信 明天我就把这个东西 这个树送到快递点上 然后把我的拿回来 让这个树真正的就是买家 让它拿住 都是我们这个附近几个村子的 离的也不是很远 今天晚上我就把人家这个树保护好 明天拿到快递点上去 你说天下无奇未有 他就发生这种事情 刚好我们这个这么近 我在网上买了一棵树 他在网上也买了一棵树 同样在一个快递点上 然后由于人多还拿错的东西 你说奇怪不奇怪 哎呀太不可思议了 好 好那今天晚上 这个等会我就把这个牌 重新给它打包好 把下面这个塑料薄膜 重新把它包好 然后再放到这里边 适当的稍微浇一点水 因为天比较热吧 现在还是花月份 别怕人家这棵树都是不容易 辛辛苦苦买的 别让那个树到人家的手里边 不能成活了 挺让人轻碰的 刚才在拆快递的时候 把下面这个保护土壤的这个膜 撕掉了一点 刚才也是没有仔细看 这个叶子根本就不是桂花树的叶子 你说太粗心大意了我 然后我就把我们家的冰姜的保鲜膜 给它临时包一下 别让点水分散失 包之前 适当的少浇一点水吧 天比较热 不敢做的太多 差不多就行了 把冰姜的保鲜膜 给它包上一点 好 不能给它太严实 太严实吧 也不行 就从下边包一下 不让它水分散失就可以了 好 就这样了 保鲜起来 还用透明胶部 透明胶带 把它粘一下 把里面这个快递 尽可能的粘好 回到原来的样子 樱子 咱把人家的快递拿出来 等于保护平 我可以拿到 这个就是昨天晚上咱们拿错的花 昨天晚上就把它打包好了 昨天晚上就把它打包好了 现在就把这个花重新的给它送到快递那个地儿上 然后让真正的开价 让人家拿走拿回去 同时也把我自己买的那个桂花拿回来 好咱们走 买它 买天头 天头 这个就是昨天我们拿回来 应该拿的这两棵桂花 结果拿错了 拿成人家那棵树 也不知道叫啥名字 今天早上我们去调换回来了 下面还带着这个薄膜 我们里边包了人家这个花卉基地的那个原生的土 原汁原味的土 把它打开 慢慢的把它打开 这个里边有肥料 这个里边有肥料 这这是我们家的辣椒 那间现在几个呢 那间现在几个呢 苗呀 那间现在几个呢 苗呀 苗哈 手机里边 嗯 咱们倒了水 嗯 这里面有块种子 咱们弄点石头 这边的石头 好看啊 我再看照顾的简单 咱们给靠一下 鱼 銀杖 石头 红枠 definitely 1 2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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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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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